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没有鲜肉男性那种精神异议的感觉 反观静东的面部状态 当天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看得出是素颜出镜 却给人一种端庄又雅正的气质 更显成熟男性的沉稳魅力 可见45岁的静东 不管是从身高还是状态都轻松胜出 不愧是尸奶杀手 魅力尽显 据悉 底线是一部主打律政题材的电视剧 是国内首部完全以法律系统为背景的电视剧 以法官的视角讲述中国司法故事 由芒果台和最高院联合出品 不仅如此 这部剧汇集了一众中清代实力演员 可谓阵容强劲 十分值得期待 而静东和成毅作为剧中的主角团 想必也会贡献出不俗的表现 带给大家新的惊喜 虽然静东和成毅不属于同代的演员 但两人近两年都算比较高产的男星了 均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成毅凭借仙侠剧《琉璃大火》后 出演了《长安诺》 《与军歌》等古装剧 目前还有《陈香如谢》 《南风之我义》等两部带播剧 尤其是和杨子合作的《陈香如谢》 目前已有着很高的热度 成毅在剧中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此前 她的古装适配度一直很高 而这次接拍底线 对于成毅来说 也是一次转型挑战 这类片主旋律的证据 是考验她演技提升的好机会 而静东这两年也十分高产 拍了《如果岁月可回头》 《功勋》 《突围》等影视剧 目前她有多部带播剧 比如和宋佳 田宇合作的《纵有吉风起》 和李小冉主演的《临身剑路》等 都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其实 近东属于大气晚城的男演员 从《狼牙榜》《伪装者大火》后 又出演了《我的前半生》 成熟型男的她 成为了新晋十奶杀手 颇受中年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这次接拍底线 她正是看中了制作班底的专业度 与强实力 而且这部剧是单元剧形式 剧系还有陈道明等老戏古家盟 看来 近东也是想凭借该剧 给大家带来新的视觉体验 不得不说 45岁的近东状态保持良好的确是 《底线开机仪式》中的亮眼担当 也让大家更加期待这部剧的播出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近东新剧《官宣开机》 首度合作《诚意》蔡文静 阵容强大 有望再出佳作 近东作为《终生》里的代表性存在 出道以来可以说是 将各大类型的剧集都尝试了个遍 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 伪装者中饰演的名楼一角 而在这几年里 近东也贡献出了不少热门大剧 2021年 其主演的突围大火出圈 热播期间收视居高不下 剧中 闫妮、耿乐等十例演员 贡献出了高光演技 近东更是以实力刷新了观众对他的认知 并且 他的代播剧更是格外引人期待 其一就是和事后宋佳合作的职场剧 纵有极风起 不仅是两位主角抢眼 更是有田宇、杨乐作为配角 有成为爆款的迹象 另一部则是谍战大剧《无间》 剧中 近东再度出演双面特工 给人梦回明龙的观感 和老戏古王志文合作 质量有保障 眼下近东的右翼新剧《底线》 官宣开机 首度搭档成毅和蔡文静 两大十例演员 阵容相当强大 看来 有望再出佳作 聚焦律政题材 刻画人物群像 底线讲述的是 几位在十年前 因为在基层法院实习的实习生 在经过岁月的变迁 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多数从事了法官行业 在办理各项案件中 逐渐成长 不断前行 始终保持初心 为人民服务的故事 从梗概中不难发现 这部剧所涉及到的人物 非常之多 后期还会有新的伙伴加入 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群像剧 想要通过各类行业的人物 最大程度地展现出 法院系统的全貌 这样 关于法官职业的剧集 也是屡见不鲜了 但如果说起质量优异 那还得是李璐指导的大剧 巡回检查组 剧中以各种生动的案例 起到了抓人眼球的效果 更是通过解决方案 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 正义的法官形象 而底线则是一部 完全以法院系统 为背景的群像剧 也就是说 相比之下会显得更加专业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部剧会变成像 你好检察官中恋爱情结 占比过大的玛丽苏剧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将会以单元剧的形式播出 这样的设计的最大好处就是 能够清晰有条理地刻画出 每一个案件 单元剧也是一种热门形式了 在2021年播出的功勋 就是以此模式吸引到了大家的视线 并且最终斩获了9.0分的好成绩 这次的新剧《底线》在内容质量上 或许也能够给观众惊喜 实力派搭档老戏谷 阵容太奢华 底线在演员的选择方面 真是有够奢华 男主选择的就是实力戏谷 近东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 他的水平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在突围中 近东饰演的齐本安 看似木讷 但实际上 有着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每当在台上慷慨发言时 神情自信 更是有着意气风发的面貌 近东可以说是 将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这次演绎正义法官 更是驾轻就熟 女主蔡文静 也是在影视圈折服多年 但之前一直都是处于 不温不火的状态 幸好在2020年 凭借着一部《阳光之下》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剧中 蔡文静饰演的柯颖 温柔知性 又不乏坚韧和决绝 将小说女主身上的气质 完美复刻 后续又出演了年代大剧 《光芒》 得到了诸多好评 只要稳定发挥 演好新剧不成问题 第三位就是古装男神 诚意了 她的演艺经验 也是相当丰富 但出圈的几乎都是古装剧 尤其是2020年的《琉璃》 诚意凭借着清冷的扮相 和扎实的演技 成功圈住了大批粉丝 此次掌握好演技 或许会添一部 现代剧代表作 剧中更是由老戏骨 王晋松加盟 她自从踏入演艺圈之后 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演技的精进 在各种剧集中都有出现 不挑剔角色大小 一心表演 这样的心境确实值得学习 而在2021年 王晋松也因为出演《大决战》 备受关注 后续戏约不断 而她的角色戏份 也都较为可观 不过其出演的《冰与火》 《野蛮生长》等剧 还尚未播出 这一次又有新剧开机 看来老戏骨不爆都难 除此之外 剧中还有王莎莎 冯家怡 吴漾等演员助阵 各种风格演员通通囊阔 这一次的群像大剧 绝对是看点十足 总而言之 底线从题材上 就已经有成为爆款的潜质 情节内容更是值得深究 加上有诸多大腕加盟 看来这部剧 有极高的几率大获 希望这部剧 能够尽快完成拍摄 和大家见面